現在剛好10點,在1號出口的地方 昨天坐觀光巴士的,就在那邊,那邊有好幾線 那我們今天跟KK Day要去大慶幾日遊 我們在1號出口這邊等待 那其實那個是我們的導遊 他叫金什麼,看一下 金錦寺 這個導遊叫金錦寺 那我們今天是慶州 慶州一日遊 慶州一日遊 我們這一團應該有中文跟英文兩個導遊 那前面那個是英文導遊 我們先去坐車 好,現在10點14分 我們先上車 好,那邊還有幾隻 我們是英文訓練了 英文訓練 好,那先去幾個水 好,那先去過 我們要去幾個水 我們要去幾個水 進去幾個水 進去幾個水 這邊有一個雕像 現在又到西面這邊來接 因為我們這台車一共有23站 剛剛我們湖山車站是第一站 這西面第二站 然後海雲海第三站 現在時間剛好11點 我們又要上廣安大橋了 廣安里廣安大橋 昨天我們就是坐船從底下經過 我們今天是走下面 所以他是上下兩個不同的方向 上面是往西 那下面的這邊是往東 這邊應該是在廣橋的地方 那邊可能住在那邊都是 那邊的飯店都是可以面向廣安大橋 接下來我們要去海雲台那邊 那邊的窗戶 照出去的顏色都怪怪的 這邊已經走過好多次了 現在11點14分 我們又來海雲台這邊 這邊接客的第三站 海雲台 那等一下就直接去青州了 那這邊是在沙山的 現在11點32分 好現在11點32分 我們要開始出發了 我們要開始出發了 我們接下來我們就都走高速公路 去慶州 那這邊就是都是山的 收費站 現在十二點三是八分 來到第一站 第一站 佛國寺 我們中文 到我這裡來 現在導遊會講解 我們兩點在這個車上集合 今天人比較多 所以呢我一定可以講這個地圖 我們看一下這個地圖 先看這個地圖之前 我給你們講個故事 這個佛國寺呢 是新洛時期建造的 新洛時期也就是中國唐朝的時候 新洛時期呢 它這個是佛教 我們的新洛時期呢 是從中國引進的佛教 也就是說這個佛教最初引進的是 從白吉 白吉先引進來的 之後呢就是高古力 之後就是我們慶州 這個地方是 這個慶州呢是 之前是我們 韓國最早形成的一個國家 這個慶州這個城市呢 也是一千多年 它是一個首都 它從來沒有搬遷過 這裡呢還沒有發生過戰爭 所以呢這個 整個慶州呢 都非常有價值 所以1995年的時候呢 被列為了世界文化遺產 這個佛國寺呢也是西洛時期建造的 是西洛時期八世紀 叫金春秋王 是西洛的時候建造的 這個佛教呢 在佛教呢 在佛教呢 在佛教當中 它是有什麼前生今生 有輪迴的對吧 但是呢 我們貴賓還記得 我們前生的事情嗎 不記得 孟婆湯喝多了是不是 忘情水也喝多了 都不記得前生的情人 前生的父母了 但是呢 記得前生今生的呢 在西洛時期就有一個人 他就記得 他叫金大成 我們韓國呢 幾千年來都是有身份等級的 去除這個身份等級 快一百年了 還不到一百年 快一百年了 但是呢 在慶州那個時候呢 就是有身份等級 能學到這個佛教的 都是貴族和王室 其他人是接觸不到的 正在這個時候呢 就是有一個叫那個金大成 他的錢上呢 是個平民 他平民 他就又沒有錢 又不能去學習 但是呢 他又呢 又多財多益 又體弱多病 他就活不了太長時間 所以呢 有一天 有一個大師就告訴他 你是個平民 你想讓你的生活有轉折點 讓你的才華可以發射 我可以教你一個方法 其實那什麼方法 就回家說 把你家的所有的財產 都捐給寺廟 這樣你的生活就有轉折點 這樣回去之後呢 他的媽媽呢 就把家裡 剩的一點田地 給交給寺廟了 說在金大成就去西方了 知道去西方去哪裡嗎 上天了 死了 之後呢 正在這時候有一個宰相 她和她的夫人呢 結婚了23年 沒有寶寶 正在金大成死了之後呢 她的夫人就懷孕了 十個月之後呢 就生下了一個小孩 那個小孩子呢 剛才想死子握拳 就一個手指的擺開 上面寫著金大成 就知道她是前生的金大成 投到了他們家裡 上一輩呢 她不是貴族 她有才華 沒有地方施捨 又沒有錢 她的願望呢 實現不了 但是她這輩子 她投到了宰相家裡 找了個好爹 又有錢 又有權利 什麼都有 這樣呢 她就可以繼承她爸爸的那個 那個官位 她就有錢了 她就在這建這個寺廟 她第一個建的是在那個地方 那個地方有個石庫安 我們在這看不到 要坐車上去上去就兩小時 是在山上 所以我們不上去 她建的第一個呢 就是石庫安 她是建給她前生的父母 這個佛國寺呢 她建給她今生的父母 她這個工程呢 一共實行了23年 但是到22年的時候 她又去了起房 又沒了 之後呢 她又投到哪裡去了呢 我不知道 所以就是沒有記載 沒有記載 她下一次投哪裡去了 所以呢 這個佛國寺呢 我們今天去看呢 是十分之一 那麼十分之九哪裡去了呢 我們這個地 這個位置呢 離日本很近 我們這也是沿海城市 但也是個盆地 比較熱 這地方比佛山還要熱 當時呢 有個任臣偽亂 一場戰爭 那時候呢 日本人他就上岸了 上岸來打我們 但那個時候呢 我們韓國呢 就是比較腐敗 朝鮮時期比較腐敗 就是說你出家當和尚 國家還給你田地 還給你奴婢 那誰也不願意做兵 都願意去當和尚去吧 正在之後 任臣偽亂說 那個日本人打進來了 我們沒有那麼多的兵 那最後就愛國者 這和尚們就出來打仗了 也是這個佛國寺裡的和尚打仗 剛開始呢 是日本佔了上風 後來我們佔了上風 之後我們呢 就從日本手裡 把武器給搶來搶 就給搶在這個地方 但是日本人戰敗之後呢 他不想他們先進的武器 留在我們航半島 所以他就一火把它給燒掉了 所以我們今天看的那個 裡面有幾個文物 它是一千多年新羅時期的真正的文物 但是這個建築物呢不是 這個建築物呢是木頭的 它呢是七十年代重新建的 是七三年的時候重新建的 它的這個木頭的建築模式呢 就是高麗時期和朝鮮時期 合成的建築物 高麗時期的這個建築物呢 是中國引進了佛教 也是把它作為一個國教來用 佛教呢是比較華麗 但是呢儒家思想呢是比較簡單 我們就是高麗時期呢是以佛教為國教 朝鮮時期呢是以儒家思想為國教 所以呢他們就參合在一起 看起來呢又不像佛教的那個寺廟又那麼華麗 又不像朝鮮時期的那個建築又那麼簡單 所以它是合成的 不是那個時候的 我們今天去辦呢只能看十分之一 來看一下啊 我們現在的位置呢是在這個地方 從這個地方呢這是入口這裡 進去這就是蓮花堂 這個地方轉一圈也很漂亮 拍照片也很漂亮 之後這裡呢就是解憂所 解憂所知道嗎 解除我們憂愁的地方 這裡分男生和女生去 一會兒我們進去解憂就可以了 之後呢這是橋 在這地方拍照也很漂亮 其實這個它呢列為世界文化遺產的原因呢 就是從中國唐朝引進來的時候的 存出了那個佛教 裡面沒有參加其他任何的宗教 和它的建築這個模式呢 跟那個米羅山 跟米羅山的那個建築構造是一樣的 所以它非常有價值 這地方拍照片也很漂亮 這個地方呢就是四大天王 四大天王知道吧 怎樣 郭富城 劉德華 祟祀他們呢 他們不是佛 他們不是佛裡的四大天王 這裡的四大天王呢指的是 東面是池國天王 西面是生長天王 不是 南面是生長天王 西面是廣木天王 北面是多萬天王 這裡是四大天王 它守護我們人間四個地方 之後呢再往前走 這裡呢就能看到那個 我們的那個國寶 這個紫霞門 紫霞門這裡 進去看呢 這裡面就是個大雄殿 這個大雄殿的裡面的 侍奉的是釋迦摩尼 我們信佛的話都可以繼續看 之後呢這個釋迦摩尼 它是新羅時期的模樣 但不是新羅時期那時候來的 是後期重新給它建造的 那這個呢就是國寶21號 多寶塔 國寶22號釋迦塔 國寶23號青雲橋白雲橋 這個上面呢有蓮花 我們如果信佛的話呢 就能看到上面的蓮花 如果呢信佛但是沒看到蓮花 那就是還沒有覺悟 繼續念經就可以了 在這個地方呢拍照片也很漂亮 之後呢往這麼走 這裡呢就是極樂殿 極樂殿呢這個樂子這個上面呢 有個那個樂子後面呢 有一個福珠 我們韓國呢跟你們一樣 也信這些東西啊 它這個珠呢是六百年一次 是個金珠年 但是它的建築物呢建為七十年代 發現這個珠呢是在2007年的時候 但是2000年17年的時候呢 這個佛波斯的一個解說家 去天天拜它 之後呢就羅各一等獎 第二天就消失了 消失無湧無蹤了 就找不到它了 我們呢進去這個地方呢可以去拜一下 最後呢前面還有個金銅珠 這個珠呢摸的方式這麼摸就可以 一下兩下三下四下 就是說從嘴邊開始摸 尾邊呢從後面開始這麼摸 摸三下 就能把2024年的財運就能帶回家 他們兩個的個子不一樣 它的這個建築物的個子呢比它高 那就說釋迦摩你呢 希望我們人們對自己呢 人生負責認真學習 之後到佛界去 但是呢有些人呢我這一生 我怎麼努力苦讀學習 我也考不到好的學校 那沒關係天天阿彌陀佛 一樣讓你到極樂世界 對這樣的 我們呢從這麼走 這麼走的話呢有不可有點很累 所以呢我們這麼走 從這裡進去 這個進去之前呢這裡還有一個解憂所 我們可以進去 之後呢從這裡頭去看 這個地方都屬於佛界了 我們今天要進佛界 要上佛界 之後呢這邊上面有三個樓梯 如果以成佛呢就從中間走 沒成佛就從兩面走 我沒成佛我從來不敢從中間走 之後呢 這麼走在這個地方拍照呢 能把這兩個國寶給拍起來 在這拍也比較漂亮 再在拍 拍這個地方 就能拍到人間 我們今天上佛界去感受一下 人間是什麼樣子 佛界又是什麼樣子的 然後呢從後面走 這裡有個無縮店 這裡呢有色粒子 有見過色粒子嗎 有見過嗎 有見過嗎 有見過 有見過 那就今天見識一下我們韓國的色粒子 但這個色粒子呢 它下面寫的是從哪一個塔挖出來的 但是沒有說是誰的色粒子 總之不是我的 這個色粒子看一下 之後呢從後面走 對色粒子 從這個這裡上面就是千手觀音 千手觀音 在這個地方拍照片呢比較漂亮 能拍到這個樣子的景很漂亮 之後呢這裡是 這裡是那個什麼碧羅殿 這裡呢就是十六羅漢 我們那個中國都是十八羅漢對不對 你們是十八羅漢 我們是十六羅漢 據說從唐朝引進這個佛教的時候就是十六羅漢 之後呢這裡逛一圈之後 我們可以原路返回 也可以從大雄殿側面這個地方走 在這個地方呢拍照片呢也很漂亮 這個旁邊呢還有一個解憂所 也就是說這個佛教裡呢 這個佛教士林的一共有三個解憂 聽明白了嗎 那我們走吧 因為他不用門票 還有今天天氣韻韻的 沒有很熱 沒有很熱 好剛剛這邊有一個 一個湖 那我們先跟上導遊 好這裡都是土 民土的 好這邊有一個解憂所 這裡呢就是鐵幼鎖 這裡呢就是鐵幼鎖 進了鐵幼鎖 進了鐵幼鎖 這個裡面的地形圖 我都給講了 可以自由行都可以 兩點在車上集合就可以 好 鐵幼鎖 游鎖 游鎖 好看到了 這是一座橋 那 等一下進去就是天王殿 四大天王 哇這叫天王門 都是走天王殿 進去山門啊 天王門 你要拍照 準備看家吧 天王門 那 四大天王 分別是東西南北 我就來抓一隻龍 那這一村抓一個寶塔 拿一個寶塔 底下 那這個拿個琴跟拿個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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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底下也是 底下也是 好那我們進進去了 這邊去是活國寺的寶物館 活物館 好看到松鼠 接下來 又一座橋 這邊有販賣的地方 還有煎瓦片的地方 這邊有賣一些髮器 這邊有一點像 日本的神色的感覺 這邊有一點像 好那我們就 你要走那個人 就走走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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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這一個是安陽門 現在這邊正面這邊都不讓人進去 所以我們要走到旁邊側邊的去 感覺很像日本神社的感覺 都有一些小房子 這邊有一面牆 我們從側邊 側邊進到佛博市裡面 那這樣我們是先到 大雄寶店再走出來 再走過來是怎樣 我們到這一店 這個可以進去 極樂店 那剛剛說這邊有一隻豬 那個豬 來摸這個豬 過來這邊啦 豬 極樂店 極樂店 這邊是剛剛 我們剛剛從這邊過去的 安陽門 極樂店 廳門 看明石的事 先走走前面啊 都可以啊 我們進來 這邊是他講的有兩個塔 果寶塔 这两个是果宝塔 那这一个是大雄店 按照惯例 我们还是 只有我们两个在这边绕 绕这个果塔 有很多礼物 在这边 这边有在这边 就是我们的贡献 雨 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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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一圈 那那邊有一個布 那另外一邊應該就是中古樓 那這一個啊 這一個是多寶塔 這一個是多寶塔 好剛剛這一個是三層石塔 三層石塔 我們到大熊寶店看一下 大熊寶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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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又有兩個 上面雲橋還是什麼 也是 兩個雲橋還是怎樣也是博寶 我們到大雄寶店後面這一店看一下 這一店 這一店叫做 無縮店 裡面的佛經好好聽 裡面的佛經好好聽 好 設立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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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好 這邊不知道是什麼 進去看一下 剛剛沒有印象 這邊是什麼 這一個是什麼店 佛國寺 這一個是 觀音聖 那個 觀音店 這邊是 觀音聖帝 第23號 佛國寺 這邊是 觀音聖帝 韓國三世山 觀音聖帝的第23號 這是 韓國三世山 觀音聖帝的第23號 我們觀音店 在從觀音店旁邊這邊走下去 這邊也是一個 店 這邊是一個 店 這蝦小魚啊 飄魚啊 這是什麼店 看一下 這是什麼店 這叫什麼店啊 匹 啊 匹爐店 從這邊走下來 這邊好像還有 一店 這邊 那我們現在都是往 西邊走 那我們現在都是往 西邊走 那上去看一下 這店是 羅漢店 那剛剛導遊說 他們這邊只有 十六個羅漢 那我們有十八羅漢 接下來這邊是一個 佛教美術館 那我在看旁邊這邊 這邊還有一個 中樓 欸 剛剛裡面沒有出意 特別去看一下有沒有中樓 剛剛有 有注意 看到鼓 應該是 有 應該是對唱的 這邊有幾根柱子 應該是 以前的遺跡 那 現在已經 一點四十二分 我們兩點要集合 這邊有人在 蓋章 我們來蓋一下 好 現在 開始 下去 小壹來了 好 現在 開始 下去 小壹來了 好 第三十個賽季 我們 這個 大門 我們現在 已經要 出 出去了 剛剛講過 這裡是 那個 世界文化遺產 佛國市 下去 找車子 這是 我們的車子 38 57 57 很38 好 像 我們去 那個 人 人 什麼 人野八海啊 這有像 那個 花東的感覺 這邊 剛好 看到 旁邊有一個 好像 那個 應該是 戰星台 那邊有一個 一個 那其實 那是 那個 以前 國往的墳墓 那一些 戰星台 所以 我們等一下 要來這裡 哇 那個 菊花 不是 那個 向日葵 這也是 一個 景點 這也是 一個 景點 但是 他們 這個 景點 都 不用 錢的 慶州 律 市 造 基 地 區 哇 這個 車子 剛剛 騎腳踏車 整個 都是 國旗 這一個 好大 這 個 好大 這 大小 跟 關 會 應該 有關 對阿 應該 去阿 到 裡面 去阿 跟 團 就是 這樣 它 都 會 幫 妳 帶 到 比較 有 特色 的 地方 去 上次 我們 去 其實 走 到 市 哇 那 兩個 這 也是 一個 中間 對啊 這 等一下 我們 可能 就 在 這裡阿 要 過 一個 護 場 河 教 村 啊 校 村 啊 哇 很 漂亮 有 點 像 南 橋 那 種 感覺 這邊 很 棒 耶 沒有 吧 有 開 回 來了 這是什麼地方啊 我們的車子還有春夏秋風 天下大將軍地下的將軍 好我們中文貴賓我們要記住我們剛才下車的地方啊 我們最重是要在那個地方集合去下一個景點 這裡呢就是校村我們先吃午餐 吃完午餐之後會在這個村子裡頭觀光 有走就太遠 不會講話把我帶上 北村啊北村 這就跟北村剛剛那個就北村裡有看到 這邊都是商店喔 古籍 這都是商店啊 古籍商店賣麵包的啊 賣東西的啊 賣麵包還是什麼 冰淇淋啊 我們要去餐廳 這是我們今天中午的餐廳 來這邊 他爸我們都用好了吧 欸 外面剛剛在車上就已經有訂餐了 所以來這邊應該就可以直接用餐 那我不知道我們的餐在哪一個桌 那我不知道我們的餐在哪一個桌 那裡面還有位置嗎 欸我們不會那麼多人啊 這個嗎 你怎麼看啊 對啊 幫我們炒味 好那就我們今天吃的是這樣 現在時間已經2點44分 才要來吃午餐 那這是我們的午餐 我們其實吃的兩個都是拌飯 那一個是一萬乳飯 在這邊看穿韓服的人比較少 下側的地方在哪裡嗎 那邊能找到對吧 一直往前走近的時候 是不是看到有穿韓服的地方 看到吧 它的對面呢 有一個很大很大的解憂所 裡面的空調開得很厲害很厲害 在那裡面解憂很爽的 那裡面有個解憂所 到時候我們可以去那個地方解憂 現在呢跟我一起走 幾點幾何啊 五點 在哪裡 春夏秋冬 春夏秋冬 對我們的車子叫春夏秋冬 我們一起走走 這個地方呢 是人家做生意的 哇 這邊 蠻漂亮的 蠻漂亮的 可是愛我不是說我的家 到時候你們會想家 動區愛先生的家 講故事的時間 講故事的時間 好 坐在這上面 要給你們講故事聽 之後呢 我再帶你們去另一個點 之後我們就是自由時間 龍安古葬 大於宣 可以坐可以坐 雅姓吹 我們韓國呢 有那個幾個大姓 一個姓金 姓李 姓條 姓吹 都是大姓 但是姓金的最多了 那我們哥哥姐姐們 還記得我姓什麼嗎 姓 對 我姓子很多 所以呢 就姓金 這個呢 是 這個地方呢 之前是新羅時期 就開始有這個地方 新羅時期呢 這個是要師公主的宮殿 要師公主的宮殿 旁邊 一會兒我帶你們去 另一個地方呢 這是新羅時期的佛力大學 一會兒我會帶你們去 之後呢 這個新羅呢 就滅亡了之後呢 朝 這個我們現在看的 這個建築呢 是朝鮮時期的建築物 朝鮮時期的建築物 它的特點呢 都是採用自然材料 石頭 木頭 黃土 拼合起來的 它跟佛國寺的建築 完全不一樣 因為它是從中國引記 儒家思想之後 什麼都是簡單 佛教呢 什麼都是華麗的 佛教呢 什麼都是華麗的 他們家呢 就是 佛了四百代 不是 佛了四百年 十二代 他們家最初那個就是 發家呢 就是有個叫崔志遠 他是新羅時期的人 他呢就是在那個 在中央就是做官 做官之後呢 王就給他那個土地 王就給他土地 他呢就 一點一點的 攢在這裡 一直到朝鮮時期 一點一點攢那個土地 到了朝鮮時期呢 就變成這個樣子的 他們家農夫四百年的理由呢 就是說 他們家有一個 有一句話 就是說 在他們百里之內 都不能有餓死的人 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這個村子都姓崔 一百里那都是他家人 對 之後他們家有難的時候呢 他們再會來幫助他們 就這樣他們就付了四百年 我們現在這個地方呢 是男生生活的空間 叫 這個地方是男生生活的空間 朝鮮時期呢 是男生和女生要分開住的 男生生活的空間 以後我帶你們再去一個 女生生活的空間 這個呢 西若時期呢 它是藥師公主的宮殿 叫朝鮮時期呢 他是吹褲子的 他的紙袋 但是這個房子呢 他現在已經給捐 捐到嶺南大學去了 他把這個房子給捐住去了 我們國家呢 被日本殖民過三十五年的時候呢 他們為了獨立 向國家捐了一千個億的韓幣 那個時候的一千個億 一千個億那是多少錢 很多很多的韓幣 對 他們家還有一個主序呢 就是說 新過門的媳婦呢 要三年穿白色的韓服 穿白色的 意思就是說 要體驗一下平民的苦難 對 就是這個意思 現在他們家 到最後呢 就是三個女兒 都嫁出去了 到最後 他們就是沒有男生 沒有男生 就築成這個房子 三個女兒都嫁得很遠 他們就是過年過節 或者就是 季祖寺的時候 他們會講 就會到這個地方 在這裡 現在呢 他是位於嶺南大學 這是男生生活的空間 我現在帶你們去一下 女生生活的空間 走吧 嶺南大學 你不怕煙水 對啊 往旁邊去女生的家 你好 謝謝 謝謝 如果生女孩子呢 就到這個地方來跟媽媽出事 就會怎麼相互調子做飯、洗衣、做骨 在這個地方 對 鑑鋼 這個相當於那個時候的冰箱 家裡有這個鋼鋼 那就是他們家吃的就比較多的意思 所以呢 我們韓國呢 就是每年過年過 因為儒家思想的原因 每年中秋過年祭祀的時候呢 是離婚率最高的時候 對 但是因為一旦要 如果我們女生呢 要找男生結婚的話呢 就要問你們家一年有幾個祭祀啊 一年兩個還看到這最好的了 有的人家呢 一個月一次 一個月一次 那女生叫他們家 又要洗碗 又要做飯 是不是啊 之後呢 可怕還有埋怨糖 因為這件事情呢 每年過萬中秋和過年的時候 那種離婚率很高很高很高很多 就是因為這個儒家思想的原因 我們韓國呢 我們韓國和日本應該是守這個 從中國引進來的這個文化 守得最好的 最完整的 時間還最長 到現在也是在守護人 我們可以拍拍照片 拍完照片 我帶你們去那個大學去 大學 不怕 不怕 我們早 回來自己再逛 那我們走吧 去大學 你 你 你生個家 現在我們要去大學 那時候的大學 接下來經過 慶州 相 教 他 真蠻不錯的感覺 那 那我們往前走 去看大學 上一片的薰淤草,然後還有殘教山 好,那現在要進來香校裡面 香校,慶州香校 咦,要找個地方坐香,這方面都很乾淨 找地方坐香 明倫堂 明倫堂应该就是算 口庙了哈 大家只有自由 就可以节省点时间 多给点自由的时间 我就加5分钟 可能5分钟都不到 我们这个地方是新罗时期的是一个药石宫殿 它就是郑平王的女儿的宫殿 郑平王女儿她跟花囊结婚了 知道花囊吗 花囊岛 跆拳道 跆拳道是我们新罗时期花囊研发出来的 这个花囊它是什么身份呢 它又文又舞 它又长得漂亮 它又会打仗 什么都有会的 所以这个公主就看上了这个花囊 之后就跟她结婚了 结婚之后呢 她爸爸就在这地方给她盖了一个宫殿 那个宫殿就是跟她的驸马就在这个地方 但是这个花囊跟白姐去打仗的时候 就是去战争的时候 她就死掉了 她就变成寡妇了 正在这个时候呢她就回家 回家呢她就要经过这个月经桥 她就住在这里头 她回家之后呢 在店里头看见一个那个和尚 她叫那个文孝大师 她看她长得很好看 但是呢这个文孝大师呢她就想 我是一个年轻的 又不是二审祸 我为什么要跟这个寡妇要结婚呢 她觉得心里不平衡 但是呢有一天回家想哈 我想也没什么不好 她就说了一句 如果从天上掉下一个巨斧头 她也有胆量去积 把她给双手给接住 这句话呢就传到了王的耳朵里头 王呢就知道她的意思 什么意思了 就派了那个她的下属 去把她给接到这个宫殿里头来 让她见见她的女儿 这个文孝大师呢 走过月经桥的时候呢 她就有意的从桥上跳下去了 这衣服就死了 后来这个她的下属呢 就把这个文孝大师呢 给捞上岸上来 就给她送到了这个地方 这个宫殿里头来 那时候呢 那个公主呢就在这个宫殿里头 就进去了 进去了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 四天四夜没有出来 之后呢又怀了一个宝宝 知道应该发生什么事情 四天四夜没有出来 她出来之后呢 这个文孝大师她就后悔了 我是学佛的人 我要传道这个佛教 我怎么可以做出这种事情呢 我不能在这里待 我要去传道去 她就离家处走 她是一个很不负责任的一个男人 她就走了 然后呢这个文孝大师 这个钥匙公主呢 她就自己养这个孩子 但是呢我们呢就是有一些小说 一个漫画要把它给她美化她 就说他们两个远走高飞了 不知道去了什么地方 其实呢文孝大师她去传道去了 曾经这个呢是钥匙公主的宫殿 之后新罗这个国家灭亡之后呢 这个就变成了崔父子的她的私宅地 这么一个大片啊全都是他们一家人的 所以呢新罗时期这个呢 我们这个地方呢是属于首都 所以呢这里面有国立大学 这个呢就是国立大学 到朝鲜时期呢它就变成一个乡校 国立大学或者是乡校呢 这里面都有住宿 就是管吃管住在这里和学习 因为我们这里面都可以进去 好去吧 之后呢我们五点二十 就是组织抽发的时间 所以呢七天三十五分钟 那你说好吗 两分钟也可以好吗 我们今天去的那个地方呢 有两个被弯的 但是有一个可以进 能进的那个叫天马种 嗯 然后呢有没有发现 我们这个庆州没有高楼大厦 都是平房 知道为什么吗 我们踩底下 那这里下都是那个文化文物 文物 嗯嗯 所以呢在这个庆州 就是有一块地盖房子 都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不允许盖 因为技术都不成熟不发达 把它一旦挖出来了的话呢 这个文物就会破损 所以呢我们这底下踩的都是文物 你们今天有幸如果被挖到的话 给我啊给我啊 不能拿走啊给我 好我们自由行 还有什么要问的吗 那个灵墓没有墓碑吗 这个问题很好 对 新罗时期呢 这个亡灵呢 他没有墓碑 他不写墓主的名字 也不写入口 人家盗墓 对了 怕盗墓 曾经日本呢也想挖它 但是都没挖出来 不得其门而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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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没有入 没有名字 不知道 但是呢四世纪的时候 说有活葬的说法 活葬 活生生的五男五女幽 给他葬在一起 阿米陶佛 阿米陶佛 对 具体这个亡灵呢 到那个地方我再继续讲 来我们还有问题吗 还要问我吗 还有没有要问呢 还有没有什么 大城殿啊 所以是孔庙没错啊 我已经来到这一个乡校的最外面 这边这一个门 叫神山门 那进去里面就是大城殿 那大城殿如果可以开的话 应该可以看到那个 孔子的牌位吧 大城殿的旁边 我们来看一下他 其实 这个应该是一个主台吧 那他有很多房间 应该算学生宿舍吧 这次来韩国看到很多所 都是利用这样的一个方式 还有的是利用一个圆环 去把它扣住 前面这个是大城殿 后面那边是明伦堂 那在台南 大城殿旁边 是明伦堂 明伦堂是在读书的地方 这边好像有人住的感觉 这个是一个井啊 他刚刚有讲到可以去看井 我们来看一下是不是一个井 井的直径有80公分 深有5.8米 现在刚好试点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月经桥 好 我们就往里面走 那这是一个石石石屋 那这是一个石石石 桥上面 河的上面 然后接下来看一下 还有这一些 然后再看另外一边 这个是还可以往楼上走 我们去楼上看一下 新楼网 新楼网的金土 那时候的位置 这整个都是他的王府 这有一些 石头 而且有点像安平的 简石 这是一些木头 这是他的一些建筑 这有一些 斗拱吧 真可爱 你帮你去讲怎么说 好 可以帮我帮你吗 叶金桥的另一侧 感觉这张风景满漂亮的 你看 哇这一家 大户人家 里面还有一个水池 里面还有一个水池 还有一个活像 这边发现一棵 这不知道什么水果 蛮大棵的 这边你看 灯笼 上面还有一个喜字 四字 好走位 这边啊 要过去啊 这刚刚从地下的水果 研究一下 那是四字 刚刚 大成殿那边出来 大成殿 这个应该是大成殿 那边出来就是这一个大门 香肖的这一个大门 这个在做泡菜的 那出来这边是什么 红砖 红瓦 就是红墙 好这边 刚刚 夜精巧在过了 有一个 可以 月盒的 撕块 那我们就沿着这样可以走过去 甚至到底下去 细水 很多人在这边细水 那我来拍一张 夜精巧的照片 这边有好多鱼 这我们看得到 好多小小只的鱼 前面就是夜精巧 小鱼 慢油 有 不知道 应该不行吧 这个是 我狗人 吹寨容的街 两个狗人 继续 本来就在茶饭 一层 是 被打了 原来 可以 要 超大的 对 优优独播 這什麼東西啊? 一個窯的感覺 航空洞,還是一個窯 這應該是剛剛的大戶人家那邊吧 沒有住人 這是一家展示館 展示館 他們的安全帶跟我們內不大一樣 他是這樣 帶子是在這邊的,伸縮的 這邊是一個學校 然後他們這邊的草場 都是光凸凸的 好像也沒跑到 好像也沒跑到 大雪一下好像都沒跑到的感覺 技術 技術 技術高 進來大里面這邊 進來大里面這邊 這就是這裡好像有一個 兩個中間有幾棵樹 那剛剛看那個 是最熱門的地方 嗯 那 大家去看一下 5點27分 來到我們今天的第三站 大陵院 我們呢 6點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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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還是在這個地方上 6點50之前 我們的巴士會到這裡來 6點50是 我們車子出發的時間 所以呢 要提前兩分鐘到這裡來 6點50 記住了嗎 幾點幾何 對好 我們走吧 大陵院 6點50 大陵院 要出發 大概還有 一個半小時 一小時二十分鐘 那這邊 我聽說 大陵院 不知道 只要多多了 大陵院 這裡 technic 大陵球 大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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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水 可以 大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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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好凉爽啊 我走了 这个就是大灵月 这里面一共有23个亡灵 西洛世期的亡灵 它不写牧主人的名字 也没有入口 就是怕后人去把它给挖掉 我们这是位于庆上北道 曾经这个地方是下雪的 我们一路走 重复山走了 有没有发现很多的山 对很多的山对不对 所以在那个时候 人家不知道这个是亡灵 因为它只是山 因为周边很多山嘛 因为我们韩国68%都是山 这里面也是山 人家就没有想到 它这个亡灵是山 所以呢就在这里面 就开始建村子住在这个地方 曾经呢这个地方都是下雪的 现在呢 听说地球变暖了 雪不喜欢下了 所以呢现在呢 就是说冬天会下雪 那是下一点点的雪 很快就溶掉了 但是呢以前的时候 在下很多的雪 那个时候小朋友们就山上去滑雪玩 都不知道这个地方是亡灵 上去滑雪玩 但是但是一定要听清楚了 我们呢不能上去 现在它是个文物 不能上去 上去到会怎么样呢 也不用什么签证 护照这个费 那个费的 可以在我们韩国 免费可以住上两年 住满两年之后 再回家 要如果不想回家 可以试一下 还有呢 那个我们那个要去的 那个东宫月池 上面也有这么高的壳 那个也是那个文物 也不能上去 它是宫殿的遗址 到时候去 我再重新给讲一下 那个地方呢 也不能上去 那个地方踩上去呢 跟这个地方一样 可以免费 在韩国住上两年 很划算是不是 还管吃管住 是不是 很不错 这个院子里的亡灵呢 只有这个两个被挖了 这个一个是天马种 刚才我们入口 看不看一个 天马奔腾的图片 所以呢 就给它起名为天马种 因为这个天马奔腾的图呢 就是在这个地方挖出来 所以呢 给它起名为天马种 它呢 是最早被挖的 最早被 最早被发现的它 但是第一个挖的是它 因为它这个丧灵 它南面呢 是67岁的王 北面呢 是那个 它都16岁的王妃 67岁的大王 和16岁的王 这个王 真的好狠心哦 之后呢 还有那个活葬的 但是呢 这个太大了 怕损坏它 所以就挖了它 这个地方呢 是内武 是那个智智王 它这个没有 没有写牧主人的名字 那我们怎么知道 它又是智智王 内武王呢 是靠推测 是历史学家 靠推测 从这个两个地方呢 挖出了很多的文物 它们呢 现在全部都在 庆州博物馆里面 这个里面呢 也有一些 那个文物 但都是赝品 但是金子都是真金 西洛世青呢 都很喜欢金子 金罐呢 什么金香料呢 金子全是金子 所以呢 这个地方呢 是可以进 如果我们要 如果有进去的话呢 可以进去 它一个人是3000 好像是3000块钱 是自费可以进去 这个地方呢 是不能进去 还有呢 这个新罗时期的这个王呢 就是知道牧主人的名字呢 就叫灵 不知道牧主人的名字 就叫种 这个地方 再跟那新罗呢 也是我们韩半的 最早形成的国家 新罗之后呢 是高谷里之后 是白子 我们也有三国时期 还有什么要继续要问吗 我们呢6点50 就在刚才我们下车的 那个地方集合就好 这个从这边走过去呢 就是黄里团路 在那里解决晚餐就可以 我们下午吃的太晚了 是不是不饿啊 不饿 我们呢 想自己再逛呢 自己逛 听我再讲几句的话呢 在这我再给你们讲一讲 不喜欢听呢 可以自由时间 后面这里呢 有解忧所 这后面有解忧所 从这个侧面是可以出去的 去吧 去人家边都是 对 那地方都是卖吃的 饰品呢 什么的 6点50 我们出发 所以呢 6点48的时候 上车就可以了 要去逛的去逛 国家 它叫新罗国家 但是呢 它是一个比较封闭的地方 因为这里呢 山特别多 在那个时候 人家都没有想象到 这个地方怎么还有一个国家呢 对 是特别一个落后的一个王朝 之后呢 就成立的是高古里 之后是白吉 这个三国时期 那么在这个三国时期呢 行 那就是要讲到前面了 前面我们韩国的历史呢 也有什么古时期 新时期 青铜器 铁器 什么部落联盟 又形成一个国家 这样的 我们呢 就是上面呢 曾经有个叫浮渝国家 听说过吗 没有听说过 浮渝国家呢 有一个叫王 它的名字呢 叫蛙王 青蛙的蛙 古时候人家起名字 就起这么奇怪的名字 蛙王 他呢 有一天呢 到河边去打猎 就看到有一个女人呢 在那里哭泣 在河边哭泣 之后呢 他的下属就说 大王 我去看一下 他就走过去了 之后看见那个女人就说 你这个女人大胆 尽管在我们大王 打猎的地方 在这哭泣 我要封了你 这大王听见说 慢 且慢 先别封他 为什么他 我大王会说这句话吗 你长得漂亮 对啦 对啦 就因为他长得漂亮 之后呢 这个大王就说 你容我下去 跟他聊几句 好吧 这个大王呢 就走到那个河边 跟那女人聊说 你为什么在这哭泣呢 你是谁呀 从什么地方来的 之后这个女人就告诉他 我呢 之前是个合伯的女儿 我跟天上的神仙谈恋爱 所以呢 他爸爸就说 没出嫁的女孩 竟然跟别的男生谈恋爱 有扫门风 就把他给赶出来了 他说他没有地方去 就挖挖去 这这 这不是正好吗 是不是 没人管 没人物 还捡了一个这么漂亮的女人 他就把他给抱回家了 给他放在一个房间里头 有一天呢 有一个金灿灿的光 灶到了他的房间 灶到柳花的肚子上 十个月之后 肚子就变大了 这个蛙王就说 我还没把你怎么叮 你这个肚子 怎么就这么变大了呢 之后呢 十个月之后 他就生下了一个东西 能猜到吗 能猜到吗 生下了一个东西 是个东西 一个字 是个东西 是个东西 是个字 蛙 蛙 蛙 不是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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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不是 鸟的话 它不是属于小动物了 飞禽动物了 蛙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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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诉你吧 蛙 它呢 从肚子里出来了一个蛋 蛋 蛙 除了那个蛋呢 还不是这么小的 是一个这么大的蛋 蛙 因为它肚子那么大嘛 吓得这么大 就觉得你这女人挺搞笑啊 人家女人怀孕 生的都是生的人 你怎么能生出蛋呢 之后呢 那个他的下属呢 就跟这个王就谗言说 它这个妖物 这个蛋是个妖物 不能放在这个宫里头 不然的话呢 会给我们带来灾难 就王一听也是哈 正常人应该生的是人 怎么能下出蛋来呢 就把这个蛋呢 就扔到野外 希望呢 让豺狼 给它吃掉它 豺狼野兽 把它给吃掉它 但是呢 扔下去之后 过几天 这个王就跟下属说 你去看看那个蛋 有没有让豺狼猛兽给吃掉啊 他就去看了 哎呀 这个蛋呢 估计没让豺狼猛兽给吃掉 而且用自己的身体去孵化它 天下还有这么 这么稀奇的事情吗 难道它真的是天上的儿子 天上的孩子吗 就派下属 又把它给抱回来 还给了柳花 柳花呢 它继续扶它 继续把这个蛋给扶了 之后呢 就从蛋里 这回从蛋里 出来那个动物 动物 出来那个动物 人 人 出来那个人 那个人呢 它就叫猪猛 猪猛听说过吗 猪猛它呢 是从蛋里出来的 其实不止它 我们这个新洛时期的 也有几个王是从蛋里出来的 为什么这个这么神化它呢 因为几千年来的这个王也好 皇上也好 什么也好 它都是把自己给整化 比如说猪猿章 其实这个猪猿章 它长得很正常 它皮肤也很好 但是呢 从画上就给它画的 满脸都是麻子 它这个手呢 它比一般人挺长 到了这个膝盖下面 其实不是的 其实它长得很正常 它就要把自己给画成 跟别人不一样 它才觉得 它们人家就会觉得 我是跟别人不一样 我是神 我是可以统治你们 历代的王皇上 都是这个样子 所以呢 这个猪猛呢 它就不说 它亲爹是谁 它就说它是从蛋里出来的 因为它是神仙派来的 但是这个蛙王呢 它自己本身有七个儿子 就觉得 七个儿子 但是呢 加上这个猪猛呢 就八个 但是它这个八个儿子当中 猪猛是最有才好 最出色的 但是这个七个儿子呢 就容不下 人家就都是有嫉妒心的 就是容不下比我好的人 这样挖完这个 之后呢 这个猪猛呢 它就觉得 你容不下我 那我就 我就 出门 这里创业 创下的国家 就是高国历了 高国历了 高国历了 容不了太多的 听见了吗 对 之后跟她的大老婆分散之后呢 她又娶了个二老婆 那个二老婆呢 在她这个扩大江湖的这个地方呢 给她立下了汉马功劳 给了她很大的帮助 正在这个猪猛呢 快要去西方的时候 她就把这个王位呢 把她传给她二老婆的孩子 但正在这个时候呢 她大老婆领着两个 她的两个儿子出现了 这个猪猛呢 她就心意就改了 之后呢 她就把这个王位呢 传给她大老婆的孩子 这说明什么呢 二配三配四配五配 多少的配都不如原配好 所以呢 要珍惜原配 只有原配才是最中途 其他的配都不好用 之后她就把这个王呢 就传给了她的原配 之后呢 她的二老婆呢 就不服气 你这个打江山的时候 然后我守着你 帮你这么多 最后呢 你还是给你的原配 她就带了两个儿子 我也学你 去这里门户创业 创下的国家就是白济 就是什么 白济 白济 就首尔经济道那个地方 首尔经济道那个地方 就是白济那个地方 然后呢 平壤那个地方呢 白济 就是白济 平壤那个地方呢 就是那个 那个就是高孤立 我们这里就是新罗 这个三个国家呢 它都不一样 就像高孤立那个地方呢 它的军事力量很强大 就像现在那个平壤那个地方 动不动放个炮呢 放个什么的 但是呢 在经济道索文那个地方呢 首宫很厉害 他们是最先从中国引进先进文化 最后呢 又传到了我们这个庆州 最后又传给日本 所以呢 日本它现在用的汉字呢 也都是从中国引进去的 但是我们这个庆州呢 它是佛教比较盛行的地方 就像我们今天那个 去看那个佛国四号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 它会 它会把 它那是把想象中的佛国搬到陆地上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会做到对面 他们就像把这个佛教呢 搬到陆地上 就不用去中国 也不用去印度 在这个我们庆州这个地方 新洲这个地方 就可以学到这个佛教 所以呢 就这样呢 就形成了三国时期 三国时期的风格呢 都不一样 但是呢 这个高估力它的军事特别的强大 它经常呢 下来去打白吉和打这个新罗来 那他们两个就不服了 他们两个就决定把这个高估力给灭了 正在这个高估力里面呢 有个将军 他有两个儿子 他两个儿子呢 正在夺权 再加上上面 中国还有个叫契丹国家 上面再打他 中间又烂了 烂掉了里面 里面一旦烂掉了 外面攻击的话就特别的容易了 这个新罗呢 就跟白吉联手 就把高估力给灭了 灭了之后呢 白吉呢就占了汉江上游 就是现在的首尾那个地方 新罗呢就在下面 落冬江就是下面这个地方 就觉得我们一起打的仗 他吃好吃的 我吃不好的 有点不公平 因为汉江呢 在我们韩国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呢 他呢就是 我们纳税呀 搞贸易呀 搞什么任何的东西 走海路是最快的 但是呢 走三路嘛 就要长和长都去 又浪费时间 人力物力 所以呢 他就不服 之后呢 这个新罗呢 叫金春秋 那个时候叫金春秋 他呢就去找了个唐哥哥 唐哥哥就是唐哥 帮他出兵 把白吉给灭了 这个唐哥哥呢就提了 提了条件说 我帮你 我帮你把那个 把那个谁 把白吉给灭了 你给我什么呢 他说哎呀 我都称你哥哥 你还要什么东西吗 那倒不行 打仗 打仗 让兄弟上场 之后呢 我们就要明算账的 就这样呢 他就那个 唐朝就说了 我要什么什么地方 就是他们那块地方 全部归他 那好吧 总之你把他给我灭了 就是可以 之后呢 就把白吉给灭了 正在白吉 白吉和唐朝 白吉 正在打仗的时候 这个时候我们新罗 出现了那个花囊 那个花囊就是 钥匙公主的丈夫 当时他也出兵了 晚上我们要去 那个他们恋爱的 那个地方 正在那个时候 他就死掉了 这样呢 就是把这个白吉给灭了 高顾列灭了 这个新罗呢 一个特别落后 偏僻 不发达的国家 他就统一了我们 恒伴达 我们统一的恒伴达 我们现在看的这个恒伴达 就是北朝鲜和南朝鲜 合成的这个 就像是老虎 这么测躺的那个图片 就是那个时候呢 就是八世纪的时候 就形成了我们现在看的这个恒伴达 之后呢 这个新罗呢 他又统治了一段时间之后呢 因为这个一些制度 比如说 刚刚从这个牌子发现 2025年 APEC是在庆州来举办啊 明年 哦 好厉害哦 庆州竟然这么厉害 可以 召开APEC 我们这边来看一下 这个三号种 应该是这边最大的叫 黄南大种 应该就是 不好意思 应该就是刚刚那一个 然后 刚刚他有讲到一个二号 二号的是天马图 天马图应该是在那边 然后我们现在 六号的 六号是拍照的地方 这里比较大是 黄 黄南大种 跟天马图 重会殿 第五个重会殿 还是在外面 这两个六 等一下去那一个 最热门的拍照店 应该是在另外那一边 我们现在拍一下 那这边的花 都是这种粉红色的 全部都是外围的部分 有松 这边有一个门 可以出去 那看一下 那边好多人在排队 那就是最佳的拍照景点 我们去那边拍一下 这边是最佳的拍照店 所以很多人就在那边 排队等拍照 那这边好的景点 但是现在刚好背光 所以拍起来会比较暗一点 那我们再往 旁边这边看一下 这边是 这边最大的一棵 一个零 这边 这边是刚刚 人家在照相的地方 就是这一个 那背景就是这一棵树 加最大的 这一个零 好 好 这边 每一个 看起来都像 Window的桌面 刚刚从那棵大树那边走过来 这应该是最大的 然后我们就一直往这边走 OK 我們就大概繞一圈 剛剛從那邊我們再往這裡走 這邊還有 幾個 一共好像說有23個是不是 23個 23個 這邊就很多 有一些是大小 天馬蟲 我們去天馬蟲 天馬蟲 到這個看一下 這邊有一個挖了一個天馬蟲 說這邊可以進去 天馬蟲 天馬蟲 天馬蟲這邊看好像也是直直線前進 直線前進 這樣大概就可以出去了 我們現在時間是6點23分 那我們就出去了 這邊有倒映可以拍 沒有 沒有 除了剛剛那邊有 另外 車子 車道的這邊也有 沒看人 這邊逛一下 這邊好像蠻多吃的 這邊還可以進去 這邊還好 這裡還好 那這邊還好 這裡還好 好多美 不知道買什麼東西 食鹽餅 在這裡食鹽餅 這裡食鹽餅 來這裡 外面 新鮮海餅 外面 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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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好吃 有一個吃的 吃的 吃的 这个是飞光草泥糕,一个是奶酪酒 一个是炒年糕,再加油炸十米 我们顺二十号的,十眼的这个1966 这个按说这边,来这边必吃的 现在7点2分 我们今天的最后,今天的第四站 没有太阳了,没有太阳了 这就是以前波波球的概念 有啊,它有饼啊,对啊 波波球的概念啊 有买票啊 好,进进来 好,进进来 好,但是有需要购票 但是好像都没有在做检查 这个是太子住的地方 之后呢,在这里还举行派对 接待外国使臣的地方 这个地方呢,新楼被灭亡了之后呢 这个地方就变成了废墟 这个东宫呢,以后就变成了燕子和鸭子的家 但是70年代的时候呢,就被发现了一个村民在这里的钓鱼 中间有个大海,那叫大海,不叫池塘 在那里钓鱼就发现了这个文物 然后呢,把里面的水全部抽干 把文物都给拿出来,放在了博物馆里头 这个地方呢,明明看似一个小池子那样的 为什么叫大海呢? 因为呢,新楼王室呢 把想象中的大海搬到了这里头来 所以呢,叫它大海 这里头呢,还可以划船完 新楼时期的王呢,贵宗啊,没什么事可做 在这里头划船完,喝个酒啊 最后呢,把国家给喝黄了 对,这样的 这个上面呢,可不可以踩啊? 不行 还记得吗? 不行 踩上去怎么样啊? 两年免费 免费吃两年饭再走,对不对 一会呢,我们就从这条路 那里呢,拍照片也很漂亮 之后转一圈,之后呢,这么照来 8点呢,在车上集合就好 我们这里灯呢,7点27来电 来电呢,就可以拍到夜景了 现在的景呢,这个地方是最漂亮的 一会来灯的时候呢,也很漂亮 逛一圈8点,提前两分针到车上集合 还有呢,这个地方呢,是最后一个洗手间 所以呢,我们上车的时候呢,这里有个解忧所 都去把我们的忧愁都给它解决掉 上车就可以了,路上就没有其他的解忧所了 好吗? 还有要问我的吗? 8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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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走吧 这边是东宫夜池 东宫夜池 好,看一下这个 这个池塘 这应该是亭子而已啊 钓鱼的地方吧 好,看一下 就这样一个水池 快7点半的时候会点灯 那我们到时候再看一下 电灯是不是会比较漂亮一点 就几个池子啊 好,这个是 好,这边可以进去 这是第二个亭子 看一下 这是以前的 然后以前的 然后现在只剩下这几个亭子而已 刚刚我们去应该是那一个 然后现在应该是到后面 然后这边有池的地方 所以 刚刚的是前面那一个 那现在的应该是 这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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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有点 隔天 我们再走到 后面去 那边啊 没有啦 那邊沒有啦 這邊還可以照夜亮 好 已經到最北端了吧 這如果滅南的 應該到最北端了 還是應該這邊夜亮是在東邊 所以那邊是超東 這邊有一個小島 這邊還有小船 這邊有 beat 我今天從點那裡 沒有坐在之前 就想到B时间 在國際上的角色 這是最 mejores的 首先切成的面孔 叫什麼 笑話 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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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裏有小山 我們已經走到剛剛建築物的對邊的這個池子了 對邊的路了 剛好繞了一周 最後繞回來了 現在時間7點37分 那我們8點集合 現在晚上進來的人就好多了 這個大概晚上才有吸引力 它如果把它排在白天真的會熱死 8點6分來到今天的最後一站 夜經橋 那我們白天也來過 這個橋呢就是見證愛情的地方 千年不變千年之列 那個橋可以走過去 一般都是一隊一隊的 問一下有結合嗎 沒有 它不是合法的 不是合法的 情人而已那就 總之是沒合法 接一梯 接一梯 我們 笑從 對面那邊 然後那個 玩水的在那裡 那現在就在這邊 好 門口 這邊看一下 白天來跟晚上來 會有很大不一樣的感覺 這邊的字 夜經橋 寫的好像跟 下午有一點不一樣 這邊也是可以去樓上 9點44 到海銀台的 海銀台的 這邊下車 還沒過去呀 對啊 也有可能 整間拍的影片都覺得暗暗的 好 我們接下來要再經過廣安大橋了 已經繞過好幾次了 下面那邊就是 昨天也看到的一個遊艇區 艇靠的非常多遊艇 好 又到廣安裡 沒水運場那邊 昨天我們是坐遊輪 那今天 有坐船 坐 那這個 廣安大橋 在上面 真的沒什麼好看 我們是要在下面更加好看 現在是在那個 鳳橋的地方 這邊就是我們昨天坐遊輪的地方 我們賺10萬 拍門帶 那一台27 就是我們昨天坐的 現在10點12 謝謝 10點17分 回到 浦山站這邊 現在10點38分 那 韓國這家CU Night to CU 是很常見的便利商店 我們進去買個東西吃 來吧 www